哈囉大家好,我是香菜 今天這集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乾糧還有罐罐的挑選懶人包 乾糧和櫃罐應該是目前市面上最普遍 而且最方便的主食 但是面對五花幫忙的廠商還有種類 很多人反而不知道該如何挑選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挑選市面上的乾糧還有罐罐 首先就和其他食品一樣 最好是挑選具有口碑或是經過認證的品牌 比較有名的像是經過WDJ認證的 通常是可以比較放心的 那外包中要完整不要有凹陷或是膨脹 也要清楚的標示來源製造日期還有成分 關於標示的部分 首先應該清楚的寫到使用的是哪種肉 哪種肉粉甚至肉類副產品 當然肉類是比肉粉還有肉類副產品都要好 如果是沒有指明動物來源的動物性蛋白質或是脂肪 都有可能是來源不明的劣質材料 這是一支來源不明的優質烤雞 再來就是比起化學防腐劑 天然的維生素C、維生素E或是米連香油等等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如果有額外的糖分添加 玉米糖、蔗糖等等 這些也是不需要的 如果成分標示上含有小麥、玉米或是黃豆 這些是屬於貓咪比較容易過敏的穀物 所以也需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擔心會有重金屬殘留的疑慮 或是你怕你家的貓咪飄食 那就盡量不要找魚類為基底的罐頭 但是我看大部分避開魚底罐頭的四處 都是比較擔心貓咪飄食啦 貓咪是嚴格肉食動物 它水化合物的需求本來就不高 再加上有很多貓咪會對穀物過敏 如果飼料沒有控制好食量的話 也容易造成肥胖、脂肪肝或是糖尿病類的疾病 說到肥胖又要不免俗的來賽一下我們家多拉啦 再來就是基於成本考量 油股飼料中的頭類常常是容易取得的植物性纖維 其實很多不是貓咪那麼容易消化的 油股飼料中的蛋白質百分比 也有可能是拿平衡的植物性蛋白來充熟 另外要特別注意的是 很多標示五穀的飼料 其實只是去除了大部分貓咪容易過敏的骨類 要注意還是會有痘類或是根莖類等等 貓咪可能過敏的成分在喔 最後最重要的還是你家貓咪的接受度喔 換飼料的時候要注意 貓咪有沒有拉肚子或是過敏等等狀 當然如果你家貓咪喜歡的話就更好啦 那如果你對貓咪所需的營養 或是飼料上的保證成分分析計算有興趣的話 下次我會再做一個影片跟大家做個比較詳細的講解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需要的人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心得還有你的看法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